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8月4日星期日的桑普论证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桑普频道,comment 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每月订额付费支持,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之外,看完广告,看完影片和Leon 这个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我们就继续讲关于一些江文慧的消息 当然是最新今早传来的消息 就是说江文慧这一篇一国两制的这篇论文 我们上一次节目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换发到大家的关注,我都非常开心 有很多国误前非的人我更加开心 能够勇于道歉对江文慧的炒车事件 对江文慧的误判,大家国误前非,我都相当欣慰的 同时大家看回他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巴黎 根据雜誌社的报道,在巴黎奥运 女子重劍个人夺金的香港代表队成员江文慧 就是8月4日宣布,就是今天宣布告别全职劍击运 运动员生涯,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然后装备自己回馈社会 他IG上是这样表示的,是非常感恩的 他说可以用差不多20年的时光专心打劍,感谢家人朋友鼓励支持 他说在完成我第三次奥运之后,我决定休息一下 告别全职劍击运动员生涯 我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让我可以学习及成长,装备自己回馈香港 我文慧透过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获得600万港币的奖金 他回香港见记者时表示,希望用部分奖金成立非牟利机构 帮助更多小朋友接触运动,推动体育发展 他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会累积经验 为设立自己的慈善基金做好准备,令到小朋友重拾运动乐趣 他又感激这个劍击团队给他的支持 并且说,我们必定会在劍击的路上再相遇 once a vencer,always a vencer 你once a vencer,郭文慧 但是今天你不是always呢? 你今天都已经退役了吗?你说自己退役了吗? 他说不要这么说,他说spirit 我看看你的spirit是什么? 我记得你8月1号,江文慧回香港 被一堆的左媒共产党大高文慧香港01 称之为微笑见后的江文慧 用十多分钟表情不断转换,非常丰富 还有一个要说说,他关了整个IG的留言功能 现在你在江文慧,江文慧的IG是VMWKONG 就是大家上instagram,你知道VMWKONG 他这个KONG的时候,你不单说这番说话 别人暴露你的论文,多谢香港01 独家报道,将他的论文爆出来 然后全部已经传开去了 整个论文的PDF,我们都已经有了 那当然我不会整个PDF 这样砍出来,有人已经转载了 但我可以肯定就是什么呢? 别人在你的IG下面留言 这个叫做HK708090 他说论文写得真是好 帝斯可以做高官 那就是讽刺他 然后有一个其他的网友 叫Joker Hagura 下面画一画 就是underslash 然后H-A-G-U-R-A 就说收皮啦你,蟑螂暴徒 帮你们的豆围炉取乱 这里不适合你 好了,留了这些言之后 肯定是一个蓝丝或者红粉 留言之后 江文慧这个版主 竟然按like 红心给这个人 这证明什么呢? 认同这个所谓的HK708090 说论文写得很好 以后可以做高官 是收皮啦你 蟑螂暴徒 回你们的豆围炉取乱 这里不适合你 版主江文慧按like 那你可见 他是什么人 那你说 这个做法之余 还要把时间封杀了这些人 Block了他们 Delete了他们的comment 跟着IG留言整个山上 不让你留言 即是原始版 会然之他现在呢 转跑道 他说 期待有新的职业发展 让我可以学习成长 桑给自己回馈香港 那是不是做官呢? 先不下一步步来嘛 共产党要把你捧起 那不会突然之间这样做的 如果突然之间把你高捧 就是捧杀你 慢慢培育你呢 即是真的捧你 是不是? 那他现在慢慢培育你 就是江文慧了 那共产党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舍弃的呢? 是 那你看下去了 就是看他好没命 好了 我再说回拜余一号 他三天前 他又清晨回来香港 奥运都没完 他回来香港 没问题 他回来啦 他说呢 一下机 哇 即是 记者擠眉弄眼 那别人说 你三十岁了 记者问你三十岁了 究竟有什么意见呢? 接着他说 他先是什么呢? 很严谨地说话 然后突然嘔嘴 然后突然之间 傻笑 记住了 是啊 救命啊 我三十岁啊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就说 多谢你们记者 辛苦了 你们报道我的新闻 辛苦了 记得吃早餐 是不是记得吃士多啤梨呢? 记得吃早餐 接着他说 那这个重点 我们说这个人 就是这个不真诚 你八月一日回来香港 你怎么说 一 我好想滑雪啊 但因为之前要比赛 怕膝头的受伤 就不滑住 我现在 可以试下 可能滑少少了 可以想下 可能滑少少了 即是说 意思就是说 在当时候 你回来 我好想滑雪 然后怕膝头的受伤 现在终于 离开了一个措施 可以滑少少了 暗示你当时候 都想继续做运动员 所以你才说 滑少少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在香港做运动员好什么 大家观众 大家懂得回答 好幸福 那你既然做香港运动员 那么幸福 为什么你不继续做呢? 原来你期待有新职业发展 装备自己回归香港 显然 他8月1日回来 去到他8月4日 今早早发文之间 这短短大概七十几个小时时间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说 他有一个新的慈善事业要做 而这个慈善事业是帮小孩子 不免令我想起蔡天凤 什么叫慈善? 不需要问我 有真的慈善 有假的慈善 也有真的好的评论人 有假的评论人 有真的好的律师 有假的律师 有假的律师 什么都有 世界上千奇百怪 我不是说慈善都是差 No 慈善有真的好的慈善 也有一些都不知道他搞什么的人 那他搞的是什么呢 我先不评论 我只是说 蔡天凤也是扮慈善的 帮助那些猫猫狗狗 尤其那些猫猫 它们本身被虐待的东西 很有善心的 我不会否认这一点的 但是慈善背后 究竟是不是水好心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以前说的 蔡天凤我已经说过 今天 一个在中国人民大学 赞社碩士论文 讲的是一个 中国对于香港一国两制 讲占宗事件 就是一个危害深远 讲到人家争取民主 就是说 基本上是 完全是 搞乱香港 违反他所说的法治 而他引号 就是香港 港英时代的法治 引号起来 中国所说的法治 是没有引号的 全程直进抹黑 甚至在中段的时候 引用德国的学者 就是纳粹时候的 一个学者 Karl Schmidt 讲他的所谓的 民族主权论 就是民族的意志 是优越于法律的规定 那这个就是 希特拉的一个打手 当时候 凯德格和 Karl Schmidt 同一年加入 纳粹党的 凯德格 大家知道 所谓的哲学家 凯德格 另外这个Karl Schmidt 我做台湾法律的时候 我想在90年代 我认识这个人 因为很多 我们留得的 学者 是教法律的 那当时Karl Schmidt 说的就是他 基本上是 帮希特拉做事的 说的就是 民族的意志 产生主权 而主权 高于 这个法治 那现在讲的 理论 江文慧 讲的主权 法治 是基于Karl Schmidt 这种理论 来讲话 好了 这种纳粹的想法 我先不讲了 这些政治的事情 它完全是 哲学的事情 完全是一笑不通 你看回它整个表现就是什么呢 整个说法就是什么呢 它根本上是 前去后 不是因为前面 就是基本上是 啊 完全沉潜一段时间 拿章之后呢 说很懂事 就是我说是个女版 看育界的杨千华 应该是没有一个 应该是差不多 这样的局面 换言之后的表情是虚假的 你会看回最近 我在Facebook上放了一段 就是方力申 就是万刀甲 方力申 访问这个 在TVB 访问了四位 游泳接力建仗 香港队的人 就是何思培 鵬海诚等等 你会看他们四个人说的 什么东西 我放上去 大概六分钟七分钟 都大家只可以上去看 是自然流露的 我先不说 我先不说 用蓝黄定义任何东西 我就用一种直觉 常识 看片 你会觉得这四个 建仗是自然 由冲自然 不加不减 而且是直输空益 不会令人觉得是虚假 但你再把镜头 放在杨千华 或者放在江文蔚身上 你再仔细翻覆 看看他的东西 说些什么 你会发觉到 那种虚假性的 全然将露出来 什么叫严谨的表情之后 凹嘴 傻笑 什么叫救命 我三十岁 记得吃早餐 我很想滑雪 不过我现在可以考虑滑一点点 在香港做运动员 真的很幸福 这些说法 不是那四位游永健将说的 OK 未必 可能是 可能不是 未必我和那四位游永健将是同老人 也不需要一定是同老人 但我们不是敌人 但江文蔚既不是同老人 也都是绝对我的敌人 他是这帮人 付匪 帮共产党张牧 搞到我 现在在台湾 搞到各位 现在离开了很多 看着节目的人 很多成 接近一半 都因为这个原因 而离开香港 而在香港看着节目的人 承受的低气压 承受的压力 高气压 承受高压和压力 和监狱里面的人 他们会作何感想 他会看江文蔚这些评论完全无感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根本的 就是大家知道他是前后不一 是发生了一些事 令到他要转变 所以我会觉得 离开了全职运动员生涯 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仲余生服务共产党 就变成了献中共产党 这个就是他 未来要做的事 你想一想 邓炳强加持他 他又帮过律师会 又做过香港精英会的七位 又做过保安局的青年培训团的重要成员 中联班谁称 他的教授莫于川 植树母子 这些人在香港 当然有所谓的党国运行 党国不倒 他就会不断扶摇直上 但扶摇直上之后 会不会牺牲他呢 高处不升寒 OK 很难说 但是党国一倒 民为不会好 这个就是我的结论 OK 所以大家要知道 看有多久风流 多久折舵 我们冷眼旁观 也不需要了他 但我只是说 看着他 做那些慈善事业 是不是帮党国混酬理财 帮党国的金流人流资讯流服务 就是情报人事金钱服务 而他本身 又何德何能 大家想一想 一个三十岁的人 走去吃一个慈善的fund 喂 你问我呢 我觉得非常奇怪 如果你是有本职 之后做一些慈善事业呢 明白 三十岁的人 在吃慈善饭 那你想想 那些钱哪里来 是吗 你做慈善就有收入 喂 这件事很荒谬的事 我从来都不会 run 譬如我协会 不会因为协会而我收入 我不断给钱给别人 给协会 不会因为要带钱 让我带的 我没有这件事 所以我就说真慈善假慈善 很清楚的 今天 江文慧 他搞的事情 怎麽会三十 怎麽合不合你 三十岁的人 就算你赚六百万 你赚六千万也好 你余生不是代表你不用奋斗 是吧 那你的奋斗方式是做慈善 那你从哪里来 慈善可以令你赚到钱 你的事业发展就是做慈善 慈善是contribute 不是费的 你想想三十岁的 如果你说五十岁六十岁 Bill Gates那些 make sense OK 又要赚到 那你江文慧 你不要跟我说六百万 你赚到是吧 说笑是吧 那你用常识判断一下 What will she be doing 我想一下 想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 我记得《倚天逃龙记》 《倚天逃龙记》 《倚天逃龙记》 就是金庸的主作 我会觉得 金庸比较成功一点的主作 就是这一本 我对金庸的主作 其实不是很大好感的 算我直言 但这本呢 我觉得是有 情节写得挺好 那这本书呢 一开场没多久 其实看电影 你看过 因素素张翠珊 对不对 那她的儿子是谁 就是这个张无忌 OK 那大家在这个武当山 这个指销公外 这个张翠珊 就自闻 因素素也都自杀殉情 那因为各大门派齐集 在这个武当山指销公外 希望呢 要找借信 和这个金庸诗 和这个金庸诗 借信 和这个屠龙都的下落 那当然这个 张翠珊 和这个因素素就不说 也都觉得呢 各个人逼死他 林中前 他和张无忌 说什么呢 毛基 你要记住良的说话 我 孩儿 你长大了之后 要提防 女人骗你 越是美丽的女人 越是美丽 越会骗人 那你说 江文慧是不是很美丽呢 你敢一声呢 算我直言 我没有这样的看法 我反而觉得 真的完全 我不想批评别人的掌上 这个真是天生的 但我觉得 真的不是我的type 但是我知道 她这种type 是有一种 有些男人 是很high的 是很喜欢的 哎呀 我30岁救命啊 记得吃早餐啊 有些人 有些人 心花怒放的 那对某些人来说呢 就觉得 哇 越是漂亮的女人 我告诉大家 是越会骗人 我不是说 美女一定会骗人 但是男人 要提防这件事 是吧 如果大家 不明白这件事的话 就很大事 你当那些 外面的选手 在那里 自high的对象 在那些精神 在那里 他们那些 女人那些 所谓的温柔香啊 或者想那些 和女人搞在一起的感觉啊 即是男人的fantasy 我明白了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不要陷入这种 陷入这种 这样的地方里面 经常说 江文慧有什么错呢 江文慧有什么不好呢 不是 我便已经告诉大家 那不好的地方是哪 希望呢 各人呢 都会有这样的自省 的能力 那 那么 我们都看到很多评论人呢 也都开始自我醒过了 那么我看到 罗冠聪 看到 阿淘 这个漫画家 原先都是支持江文慧 但是炒车后呢 认需 道歉 真诚 勇敢 你说全面道歉也好 不全面道歉也好 我想说的就是说 他们肯去道歉 OK 那你说 我们是否要 就是人家要完全 符合自己的意思 我想 没有必要 但是我看到他们是有真诚的道歉 而且我看到有些评论人 也都愿意 站出来就说 嗯 我撑错了 OK 我看到这种东西 但依然有部分的评论人 不是这样看 也依然有部分 不要评论人 很多的香港人都说 我依然要支持他 那么有一位仁兄 我遲些有一节好好讲我的想法 叫做王毓民 那么他对我的攻击那方面 我们遲些会讲这个问题 他说什么呢 他一直是支持江文蔚 甚至无缘呢 借江文蔚的事件 说我是匪蝶 说我是这个共蝶 那么我遲些会回应这个问题 他就说呢 江文蔚的论点 论文观点 当然是符合 我们信奉的价值 英语批判 但 金牌 則无容 則宜 他说 你可以因为他的亲匪立场 无视他的重劍势一地位 这面金牌 会因而贬值 但 会因而贬值吗 他问你的问题 再说一次 你可以因为他的亲匪立场 无视他的重劍势一地位 这面金牌 会因而贬值吗 他说金牌 不会贬值 他取得奥运金牌的荣誉 却在香港人心目中 因为这篇论文而贬选 如果听完这些说话之后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话 可以在留言跟我解释 他说的真实意思是什么 不在骂我 你解释他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 我听不明白 就是说今天我有金牌 我有金牌 如果你说只是这个金牌 卖多少钱 客观上和人detached 问他有没有贬值 这个金牌当然不会贬值 金牌十元便十元 一百元便一百元 有多少钱 但我们说金牌的意义 就是对于和这个人扣连起来 和香港队和江文慧扣连起来一起 而正是因为人或者队伍和这个金牌的连结 所以才产生荣誉归属感的观念 那问题就是说你认不认同这个归属感呢 那你就说他亲匪还亲匪 他拿这个金牌都是值得的 他拿到金牌有荣光的贬选 因为他有个亲匪立场的论文 但金牌无用质疑 金牌不会贬值 但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理论的话呢 那你可以说阿B曾经是温娜的歌手的地位 无用之意 不会贬值 但问题就是你现在知不支持阿B 知不支持阿伦 知不支持肥妈 是不是 肥妈救抢这个 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 家木昏云一炮而红 是不是 妈妈真的爱你 是不是 那结果什么呢 大家就骂他咯 共产党的走狗咯 那你可不可以说 是 他的 评论观点是英语批判 但金牌无用质疑 按照这个理论呢 如果他这样说 他以前在立法会上面 咬的很多那些 亲共媒共派的走狗 一大堆有什么奖物奖 有什么十大结出青年 有什么金子经 同子经 按照黄毓民的立场 我可不可以改写句子 他们这些立法会的言论 英语批判 但十大结出青年 这个金子经 银子经 铜子经 无用质疑 铜子经 银子经 不会贬值 他取得这个 这个 童子经 圣章 金子经 这个分章的荣誉 却在很多人心目中 因为他做立法会员 而蒙污 但是他取得童子经 圣章 绝对没问题 是不是这样 这些歪理 已经去到荒谬的地步 一句到尾 你会不会 为江文慧 拿这个金牌 而感觉到 恩喜 开心 然后大肆宣扬 一句到尾 一个问题 yes or no 我是不会 是不是 会的 我想都现在 不是在看这个节目 你现在在看这个节目 你自己拿石头 砍自己 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是不是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明白 这些说法很荒谬 ok 我希望这些人都要明白 政治和体育是分不开的 由始至终是分不开的 不要以为政治和体育分得开 我在新桑的神州 和杰史那节我都讲过了 如果今天你认为政治和体育可以分开的话 你不明白 什么叫组织 ok 一场奥运比赛 任何的体育比赛 是一个组织战来的 换言之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体育和政策分开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人 譬如欧凯淳 譬如这个何思培 譬如说张家朗 譬如说这位 就是江文慧 你以个人名义 不代表任何国家 不论你国籍 你江文慧 张家朗 何思培 欧凯淳 各人独立去参赛 赢到金牌 就搬到你身上 你就叫江文慧 你就叫何思培 不要说香港队 台湾队 中国队 中国队 你们看足球 看英超 看欧巴 看欧联 都是一队队国家的比赛 一队队足球队的比赛 利物浦 曼联 什么 什么都有 这样的情况 是一队队的teamwork 游泳队去到外面 不是个人的比赛 不是玩泥沙 小弟读中学的时候 校制田径比赛都是 勒沙、拔萃、盛租、协欣、DGS 大哥 是一个个学校之间的比赛 那这是teamwork teaming 如果你认为这个teaming 不是政治 那什么是政治呢 体育归体育 当然没有体育 我勒沙仔 那当然是支持勒沙队 能够赢的 拔萃的 就是隔机拆回自己的学校 能够赢的 公平竞争 有何陷言 但不要忘记 这个是什么 this is politics 你看回奥运 由以前阿典、斯巴达到什么成邦 一直到今时今日 都是politics 你反对这个纳粹 对他们扮这个1936年的奥运 反对这个莫斯科1980年的奥运 都是politics 怎会不是politics 08年北京奥运 尿巢 我们那时候写文章 评论讲多少 这件事 不是politics 这些怎会不是politics 金牌榜 由第一名去到最后 最后的最后都是说politics 怎会只是说 什么体育归体育 体育归体育 体育归体育 你就不要竞赛了 你在公园里 沙太极拳 练一下压腿 跑一下步 自己跑 全马 背马 这个10k 或者说 三项铁人比赛 自己三项铁人要爆 不用比赛 不用竞争 竞争就是politics 那你代表什么队伍来竞争 或者个人来竞争 都是不同的politics 怎会说政治和 体育可以分开 由始至终不会分开 就是那些极权走狗 中国共产党这些人 当你要支持一个赢的 这个中国香港队 或者中国队的人 时就说 政治和体育 这个是 要你支持的时候 分不开 民族主义 但是当输了的时候 要写责 政治和体育就要分开了 这些就是他们的 一个人两张嘴 我桑普由始至终 和大家说 政治和体育 物不可分 由始至终 都是如是 OK Live with it Stay with it 用公平的方式 来赢得比赢冠军 而不是用关系 权力 权势 去压垮人 我没有说江文慧 用权势 压垮人 但这个人 之所以被重点栽培提摹 是共产后面做很多功夫 OK 那有些人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做些什么叫分化法 或者分类法 这个就是说 有些人列出 哪些人是挺江的 哪些人呢 就是好像我这样 是反江的 反江文慧的 有些人呢 就是叫做什么呢 无论两可的 然后呢 不断去随机走 哪些人是 即是不断转来转去 那些东西 我觉得做这些 频道人的分类无畏 第一就是说 我不在这个地方 开名呢 除了那些人 即是我等一下会说 黄毓文 OK 其他的人呢 我才不开名 每个人有自己的 走位 自己的东西 是不是由始至终 始终如一 坚持下去 是一个检验标准 即使不是的 你去到最 先错 然后 觉悟 改变 全面改变 我们会觉得 这个觉悟和反省呢 我们会觉得 恩喜的 我们不会追究的 也不会唱衰 凡人都有错 譬如我 都可能会 make a mistake 我都会是 不断反省 而有错的时候 勇敢 謙虚的认错 是吗 譬如我开始 说错 他叫江文慧 No 江文慧 这个地方我真的要 誠意道歉 这个我自己读错字 因为我懂得 这个 华语这个字 就是面 就是面 就是 二声面 但是我就 很少 这个字 好像广东话读的 面 就是文 这个字 文天 就是成熟的天 就是秋天的意思 就是文 那希望大家 就是 我现在 收拾一下 不是读文 在读文 我要认错的 这个是一个例子 但不能说 你所有人 错过的 我们就不欢容 No 我机实 我们不会做 这样的小器 的事 我都希望 每个人 能够反省一下 是不是真的支持 记住 政治 不能分开 金牌 不会贬值 金牌 无容 质疑 接着不停说 论文观点应于批判 就好像一个人 他觉得是分裂人格 这边是好的 这边是坏的 那来看一件事 我就问一个简单问题 你还撑不撑江文维 你觉得这个 金牌的荣光 还是照耀到香港人 照耀到自己 如果认为是 请get out OK 就是基本的原则 我的判断标准就是这么基本 你认为 如果这么不同意我 也没有必要 浪费你的时间 留言去骂我 那你就过去其他地方 看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大公文会 香港01TVB 欢迎你 是不是 所以我说 去到今时今日 不要做这些分化法 不要做分类法 你希望大家收手 不要挑拔 评论人之间的矛盾 叫做冷暖自知 每个人都一把尺 去看不同的评论人 不需要大家做这些分类 去做这些挑拔 OK 我想这一点 是希望大家都 能够深切的了解 OK 这个就是我 对于这件事的基本的看法 所以总结来说 江文慧 你是否前程似感 效忠共产党呢 似乎已经写在场上 你在共产党的党国专制之后 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角色 不是你找到 是别人找一个角色给你做 而你的论文 你诸多的行径 已经证实给大家听 你一个绝对是香港人 真香港人 唾弃的一个人 这个人绝对不值得尊敬 绝对不值得祝贺 当香港人去祝贺张家朗 祝贺何思培 就算不祝贺 也祝福 参与女子四成一百的一些 运动员 比如欧凯淳 何思培等人 甚至没有 没有拿到奖牌的香港运动员 去祝福的时候 我没有这种批评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这些批评 这些批评不适用于这些人 我只是说江文慧 蓝丝 就算多男都好 可能有些意见和我不一样 不要紧 这些不是同路人 但不是敌人 你没有害我 我认识一些朋友 在香港的 他都觉得 当时19年 为何要破坏街灯 那些什么 当然这种想法和我不同 但他不是共产党的走狗喉舌 他只是真诚说出 他那种蓝丝 讲诸那种心情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只不过到不同 不相为谋 但他不是我的敌人 我不是要攻击他 骂他 公开插他 不必要 未来你想想 在香港一定有很多人 跟我政见不一样 比如左派的人不同意我右派的思想 比如我支持Trump的 有人支持拜登 我支持共和党 有人支持民主党 我支持民进党 基进党 或者一些右独的想法 有些人就不是的 就是支持统派 藍白 我觉得这些不要紧 有不同的政见 但今天你支持统促党 就是个问题 白狼的统一促进党 这个就是我的敌人 你要统我 你要毁我家园 同样道理的 你支持中国共产党 香港共产党 为他章目 写一篇几十页五十几个论文 推荐Carl Schmidt 推荐这一大堆共产党的走狗 莫于川继续说 一定爱国者自讲 整篇好像大公文会的来论一样 全部是党国喉舌 完全没有学术成分 完全是讲一些党国要讲的党八股 那我就说了 你写这些文章 你的意思就是什么 为党敲鞭鼓 这个已经不是 蓝也红了 那这些红粉 粉红也好 深红也好 就是我的敌人 你害到我这样 你害到我看节目 很多人这样 有什么好支持 你做什么成就与我无关 如果我是 enemy 你代表不了真正的香港人 这个就是我对江文慧的评价 你躲在你的拆斗里 和你帮共产党的走狗 奸细 继续在围怒取暖 这里不适合你 你不要让我看到你来台湾 当然你不敢来台湾 共产党指令你不准来台湾 铺了路给你走 你会看到多么荒谬 这件事令到共产党以为 用这件事去期货可居 但一经过我七月底 我应该是第一个 如果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 评论人是最早揭发江文慧的言行问题 当时是有一部分的人支持 有很多人都是对我痴痴而避的 我说了这件事 炒热了个舆论 然后我感谢香港01有位记者 能够将他的碩士论文的主要内容 报导出来 整个风向就转了 我希望这些这样的情况 能够得到大家的明白 明辨是非很重要 我不在那里认勒 我就是说 我很幸运 在那时刻 能够很早看到这样的一个 当时两点多 就是发出一些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立即评论 获得大家的一些广泛的支持 我都很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我未来我会觉得 每个人都要搞清楚 我觉得在香港 现在留下来的人 是很深 心里面很酸的 就是说 那我可以怎样 我天天面对着一个 好像行私走肉的生活 那些店铺很早就关了 香港金不如息 什么都不能说 高气压 国安法23条时候 探监都被人注定 受难共同体 就是越来越被人打压 然后很多奋斗的 日常生活的对抗 只有尽做 但香港 剩下一个残留的驱寒 现在就是红色的岁月 那可以怎么办呢 偶然有奥运 有个人可以让我嗨一下 就是让我看看 香港人都很多独立自主的运动员 我们在国际上 依然可以赚老头角 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 只是觉得这样是一个问题 但我只是警惕江文慧 你不要惨 不要堕落 这个不是说 我们讲政见 从来我是不以黄蓝区分 是以黑白是良知来区分 你支持这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 作奸犯科 我举个例子 今天李家超 我当他是超级劲的运动员 去奥运道比赛 拿到冠军 你会不会支持 你问黄毓民会不会支持 李家超 挺共产党的观点应于批判 但他拿到金牌 无用质疑 金牌不会贬值 会不会这样写 当你邓炳翔 真的盖世好武功 华记正能量 空者牛肉面 这个李玉门不知道什么 这个餐厅的人 去到这个奥运道 拿金牌 你说 他的亲共观点应于批判 但金牌无用质疑 会不会这样说 金牌不会贬值 会不会这样说 所以我说 有些人是死不悔改 我也知道 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 某些评论人 不知一个 永远不会道歉 千错万错都是人家的错 自己的东西永远是对的 不懂得谦虚 不懂得诚恳面对人 我不是歧视你年纪大 不是歧视你病 但是你自己 有没有忠于你自己的心 有没有使人觉得 你是忠诚 忠于自己的良知 忠于自己的信念 这一点是重要的 OK 好了 先到这 下一次讲黄幽闻